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我旁边大家都知道是艾迪先生 好多天没直播了 今天是礼拜六 是礼拜六 我想说他看我 是我讲错吗 我要看主持人 今天说让我讲多一点 平常都是他 都是他在讲话 不太会拿镜头 很久没有拿镜头 这样拿对不对 把你的头拍那么大 他说今天就让我多讲一些话 然后让我当一下主角 可是我的脸看起来就很大了 你看我的脸被很小了 对 不太会拿镜头 然后我们 因为很多天没直播 那我们再来晃一下我们的菜园 怎么转 太久没有练习了 哪一边 这边 好 那我们叫 先看一下这棵紫苏 奇怪这棵紫苏可能今天 今天还没有 天气比较热啦 就是也没浇水 它已经这样干干的 虽然我们这个也用自动浇水 但是 但是这种大热片 总是不够总是还要再补充一下 对 它底下还躲了那个 我种的那个马铃薯 然后被它遮住 然后长得 你看其实这个土还是有点湿湿的 不是干的 可是它这个叶子就是整个 就是蒸花的都来不及 然后这底下有那个马铃薯 上次我把它种一棵下去 然后被这个紫苏遮到了 好像长不好 今天 那个玉宇她要跟你说早安 早安 谢谢你 玉宇小姐 你好 谢谢你 每次都很准时的陪我们在直播 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逛我们的菜园 每次都逛菜园 逛来逛去都在逛菜园 这只要就是说 我们这个最近都在整理这个菜园 因为明天电视台要来拍影片 所以我们都尽量把它整理的干净一点 好像还没有完全好 因为今天下午还要再加班一下 对对 把它整理一下 看能不能稍微弄好一点 然后很奇怪 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番茄是季节吗 我不晓最近自己有长一棵番茄出来了 对 番茄又长出来了 对我也不晓得 然后番茄苗也一堆 就是 莫名其妙就长出来了 这边就是辣椒嘛 我看目前长的状况最好的就是我们这一个设计 我是觉得这个 因为泥土也够多 我觉得这个不错 像各位看 有一阵子我花种的不好 我就给它种菜 然后菜种的这么好 然后瞬间这个花也长得很好 我想这个养分应该很够 对这个 你看这都是 这一个结构的一个 抗旱的耐受力是相当高的 你看我又种花也要种菜 觉得很好玩 这整个结构我觉得相当棒 而且我觉得还当初有垫一个盆 那个什么 那个花盆 有一个高度 这样弄不会很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你看这花我花长得很旺盛 好 就一颗的日式的村长 上面日式的村长很旺盛 上面日式的村长很旺盛 而且这个你看 看每一颗 每一颗花 每一颗菜 都都感觉 营养丰盛的那种味道 这个 看各位看 这个地瓜也可 营养丰盛 很粗壮 这个地瓜 为什么会造成营养丰盛 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里面 有没有这个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有中间部有做一个 这个秘密武器在这里 大宝特瓶 然后做一个厨余桶嘛 对 6000cc的宝特瓶两个 串接做一个 花盆内的厨余堆回桶 就是把 有时候把一些我们的菜叶 有一些甚至什么 过期的牛奶也好 反正就是蛋壳 就把他丢丢下去 然后他就是 因为我在宝特瓶的外面有打孔 到时候他会慢慢渗透 渗到泥土里 就可以当做那个 这些植物的养分 就是蛮好 蛮不错的 就是蛮有意思的 一举两得 顺便这个消化垃圾 然后这个创造新的生命 看在我这里面还种了很多 很多种菜 对啊 白茧菜 地瓜叶 我记得还有空心菜 所以这样子长得都很粗壮 你看 这个都很粗壮 对啊 上次那棵被我弄掉 因为太粗了 对 就说给各位看 看这个啦 上次 有人说说我没有种结瓜 那上次我不是有买种 只买两颗吗 结果移植的话 有一颗被虫咬了 就死掉了 然后这一颗 我就有种成功 目前是长这样子 结瓜 对这是结瓜 结瓜 自己育苗的 嗯 大家也可以试试种结瓜 结瓜算是蛮多产的 看这一次会不会成功 也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种种看 这个也是我自己育苗的 我没有去买苗 在这边往下看去 附近有很多屋顶 好像都是 不是长得很好 当然因为长得没有很好 我们不好意思拍出来 你都拍了啦 没有我没有拍 对啊 好这边就再来看 啊这个 又是紫苏 因为紫苏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它种子到处乱挑 去年我不是有做一颗很大的 那个紫苏吗 然后它那个种子后来就飘的到处 你把这一盆祖师端过来 跟那一盆比较一下好了 哪一盆 刚才虚弱的那一盆 这个也是紫苏 不是跟那一盆 你看 哪里 你看 你看 来来 把它靠在一起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叶子 你看 怎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差别在哪里 没有 那边就是有比较阴凉 还是那边有水吗 有遮到啦 因为那上面有屋檐 就有叉 所以植物有时候太阳光太强烈了吧 这阳光直接暴露在这个正中午的阳光下 就抬不起头 这个都没有 这个都完全 完全很健康的感觉 这个看 紫苏很好种 随便擦就随便种 随便发 就是到处都紫苏 而且紫苏的颜色也蛮好看的 有一点紫色的感觉 所以才叫紫苏不是吗 对啊 过来看 这就是 那个什么 辣椒倒的种的 对 也都骨虫了 你看到的种现在已经很 结很多果实的 辣椒果实 对 这上面都是绿色的还很多 嗯 对啊 嗯 有 有有有有有嘛 对啊 这个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屋顶就有差 还有上面一些树的櫃 横凉 下来就有差 差很多 对 还是有差啊 這邊這邊 這當然不用講這個又是一堆了 這個我不是上次才剪掉嗎 空心菜已經吃完了 上次你採的 那今天還可以採 不行啦 因為明天來拍片 你那採的很難看 那就這樣 我們把植好一點 對 然後這邊就是地瓜葉嘛 所以地瓜葉其實也長得不錯 我覺得這種品種的好像不錯 很粗壯 然後葉子也很厚 然後炒起來會比較有分量 原色還不錯 看這麼長 對啊你看這邊都已經太大了 我都沒採 對啊都沒採 對啊都沒採 我想說等夠過完明天再來採 明天再來採 它上面就是百香果林 其實它也是會結這個 這個青椒啊 其實稻的種也會結 這青椒 對啊夏天地瓜葉長得很快 大家可以多種一些地瓜葉 地瓜葉也很好吃 今天剛才有個朋友 有來這邊拿一些零件嘛 然後他就講 哎呀現在種菜都很難種 我說你就種一些地瓜葉啦 空心菜 他說他不吃地瓜葉 那就種蔥 蔥也應該是可以 對 白檢菜呢 應該白檢菜也種也還好啦 對啊 你接下來講 大家就是這些菜 真的要有很多菜也沒有 這個也是也介紹過嘛 這個黃公菜又這麼大哦 黃公菜你看 又這麼大葉了 這個一片葉子比人的臉還大 好其他這邊就是菜豆吧 菜豆就是 菜豆等一下要再收成一些 不然這個又太老了 這差一天就老很多 說到菜豆 我可能到時候要請教各位 到時候 看看大家有沒有醃酸豆的經驗 到時候我在跟大家說我酸豆醃的 好像有問題 到時候 在看你們大家可以教教我 嗯 好像這是醃酸的有問題 嗯 然後這個龍鬚菜也應該 佛所關我 可能也是這幾天齁 拍完片之後可能要整理 重新重新種過 上一次不是有三顆嗎 三顆也準備要播種了 哦對有採下來 先讓它乾一下 乾一下 然後把這邊空間 到時候再整理一下 挪出來 可能繼續種在這邊吧 對啊 種在原位置 加一些肥料 這個就到時候 都全部弄弄掉了 嗯 然後又是紫蘇 各位看 它自己飛到這邊來 這一顆 對 自然繁止法 對啊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種紫蘇 等它 以後就會很多紫紫蘇 真的很多紫蘇 一堆啊 到處都發 好像它的生命力 比那個剪菜還好 對 強過剪菜 最近這邊的菜豆怎麼長的 好像也不行 缺水 缺水 你不是有自動 應該是缺水 因為它葉子太多了 用水用太兇 對啊 好可憐 這個也沒有 最近菜其實老實講 真的都種得不好 你看 看都這樣子 你看這不小紅光嗎 對其實這邊土壤還是不太乾 你知道嗎 各位看就變這樣 奇怪 都要整理了 過幾天就要開始來整理了 因為夏天種菜真的是 很困難啦 而且喔 我發覺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菜豆 得病 你看這個蟲 好多蟲喔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好多蟲 好嚇人喔 好嚇人的蟲 來 這個黑黑的你看 這什麼 不曉得 那天我在拔菜豆就發現了 怎麼會這麼蟲 很可怕喔 給各位看一下 中午咧 大家吃飯 你看這個菜蟲 哪裡 有點類似那種 牙蟲又不像 可是它怎麼會附在上面 對 豆子本身也都是喔 很像那種 類似牙蟲這樣子 黑黑的喔 一顆一顆 像也不芝麻 那像一顆一顆 像芝麻黑黑的一顆 小顆的這個 好可怕喔 這什麼 好可怕 蟲耶 對啊 黑黑的啊 不是螞蟻喔 像那個都是 對啊 你看喔 它上面都是耶 對啊 難怪它會長得很怪啊 你看 這邊不能 奇怪 什麼時候會這樣 這是什麼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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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全部要產掉咧 我準備齁 今天來跟大家噴一些葵霧露看看 葵霧露啊 不是要產掉 你看 這葉子是嗎 這葉子怎麼 這什麼 怎麼會這樣葉子 葉子好像也都得病 好難喔 夏天種菜很難喔 好像這個 菜豆特別有這種東西 其他好像沒有 可是去年 去年也沒有 對啊 他說 是什麼病 牙蟲類 這樣啊 有人跟我們教我們 對應該牙蟲差不多啦 就是這些東西 牙蟲啊 蟲啊這些東西 對有點像蟲這樣 對 對啊 人人的黑黑的 對 那這邊就 就泡湯啊 對啊 泡湯啊 還會這邊 這邊種這麼多 種這麼多 所以這個農民 就是會碰到一些 不特定的一些 一些 一些因素 你知道嗎 所以 這物農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不確定性 就在這邊 風險 不確定性 所以自己種菜就會知道 農民 種菜 就是說也是真的很辛苦 對 所以大家 大家買菜 這個 多付一點錢給農民也是應該的 可是種菜真的很不好種 我們有在種菜就知道 這個種菜 你要讓他就這樣很自然的長 可能長得很好也很不難 難怪有很多人要為農民發生 對 真的辛苦 對 農民 假設你看 一隻蟲牌的話 你這一隻 對啊 整個都完蛋了 你看這個 這邊也都是啊 怎麼都多 好多 那這個也是 你看 不然可以採收這樣 對啊 我那天就是採收嘛 然後頭部就是 爬滿了這個蟲啊 我就 就把它 沖沖掉啊 就這樣子 那這些可能也都不能 嗯 所以不純粹是缺水肝啊 應該是有蟲害 就是那有粉絲說那什麼 類似那些蟲 蟎啊 野蟲啊 這些 然後長不好 應該 應該到時候不行就把它弄掉了 因為真的是很 很慘啊 我沒看還不知道 看人家知道很慘 對啊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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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中間 其實中 都被中間商賺走 呵呵呵 可是 不管中間商賺多少 有時候在菜市場買 三把五十啦 四把五十 那也是很便宜 像我在這裡買菜 有時候一個 那個叫胡瓜 一個才有時候三個五十塊 對啊 一個就算二十塊 然後煮兩餐 那個才 才十塊錢 有時候那 那我不曉得農民他們來賺什麼 真的是 真的是很辛苦 賺不多 萬一碰上颱風天 真的是 要碰上牙蟲 蟲害 那真的是 一整年的收入就泡湯了 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我們自有在種就知道 這個也是一樣啊 這是什麼 你看 小白菜 你就知道 這個 我也都沒灑 不灑任何什麼農藥 什麼蟲都沒有 變成 沒請會抓的話 就變成這樣 可以上市的根本就不到一層 這實在是很難 有在種菜就知道 種菜真的很辛苦 不過自己種也是好 就種比較少蟲害的吧 像最近就地瓜葉空間菜 這樣跟各位講 這個 這也都是番茄苗 都是自己發的 也就是莫名其妙的就發出來 一堆 這有一二十顆喔 我看 我也不曉得 是不是最近有可以種嗎 不曉得 然後它那邊就是秋葵嘛 對 我有在那邊種一顆秋葵 就是 菜比較少嘛 對不對 那 那有時候 像最近就比較常去 跟外面補充一些菜 菜瓜 補充菜瓜 補充菜瓜 補瓦啦 還有青椒嘛 對不對 對 基本上是三樣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盡量去買那種 要削皮的 要削皮的 不是葉子的部分 對 因為 因為講實在話 這個 葉子要照顧好 是很難啦 所以 所以我們就盡量買那種 要削皮的就對了 其實說菜很少 其實我們也菜 其實像算起來也是還蠻多 是還蠻多啊 菜其實也是還很多 對 可是這兩天 因為這禮拜 因為要拍片嘛 也不能 不能採太多 影響畫面 對 就不好看了 對 不過種的還不錯啦 我是覺得說 種這些東西 也是蠻有成就感的 嗯 你知道我拿嗎 對啊 今天我是主持人 對 把你的臉削掉一半 不會啦 是這樣拿嗎 對對對 你不要手那麼緊張好不好 手那麼僵硬 拿那麼僵硬做什麼 因為很少直播 很少 不是說 是很少自己拿著主持棒在直播的 他今天把機會讓給我 對不對 他今天意思說他今天做配角 啊 主角我來做一下 讓我高興一下嘛 對不對 就是躺一下老婆 背景要看一下你的背景 不要是鐵窗 你要有那種 那種綠色的植物才會好看嘛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覺得他很牢 你不要一直把他轉到那邊來啦 對啦 各位有沒有覺得他很牢叨 又轉錯 對啊 好啦 那就大概介紹這樣嘛 對不對 跟大家聊一聊嘛 反正假日嘛 對不對 天氣也不錯啊 每出去玩的話 就跟我們在這邊直播聊聊天啦 對啊 因為 因為以前喔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是攝影師 所以我對於這個構圖啊 是很注重的 對 他以前都會自己在暗房洗 沖洗照片 啊其實 其實我也是很稱讚我先生啦 你不要又旁邊又怪啦 他是多才多藝啦 對不對 那時候我在想說他除了不會生小孩以外 什麼都會做 那還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以前我生小的時候 我的月子 第三胎是他幫我做的 算是很棒啦 今天我為什麼都一直誇張你 對啊 其實不錯啦 就是 夫妻就是這樣嘛 高高興興 快快醒醒過一天嘛 你又 鐵傷又出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咩 太緊張 你不要太緊張 你要自然一點 我這樣子喔 你不用還自然 對不對 好啦 那 大家就聊到這樣嘛 因為我好緊張喔 好啦 那謝謝大家觀賞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喔 阿美美的頻道 還有艾迪先生的頻道 好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然後 謝謝大家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喔 謝謝 就這樣囉 拜拜 不會拿